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潮代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auto团购类的这种产品,他们的需求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用户属性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张图 是三款比较典型的这种auto产品,他们的用户属性 我们从省份上来看 那么这是前十位的这种省份 从这张图里大家可以看出来 北上广,长三角地区auto用户是比较集中的 那么从这种各个产品来看 那么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 大众点评的这种用户呢,其实是多于美团的 而在那些三四线城市呢,美团明显的占据优势 而百度糯米呢,市政份额相对来说比较少 那么之所以有这种呈现 也表明着这三款产品 它目前的这种市场的战略 那么美团呢,更加注重发展三四线的城市 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这种战术 那么目前呢,也正在向一线城市发展 而大众点评,它本身就是上海起家 而且呢,一直都是致力于相对高端的一些点评的业务 所以说在一二线城市覆盖的比较广 但是呢,最近也在急需的去开发三四线的城市 来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 我们继续来看用户的属性方面 从年龄层次上和这种性别比例上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三款产品 那么他们的用户属性 都是集中在29岁到39岁之间 也就是40岁之下的用户 那么用起来呢,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具体来看一下 那么这种年龄段 也就意味着大部分的这种用户 其实是大学生和白领这两种群体 那么这种用户呢 一般来说都是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 生活节奏比较快 尤其是在于对于团购啊 外卖啊电影 这些模块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一关智库给的数据来看 也可以看到 那么参与团购的这类用户 他们参团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那么其中已经确定消费 再去团购的这种用户 其实它是有主要的这种参与动机的 也就是说 确定消费内容 再根据团购选择商家的用户 它占据了57.97% 那么确定商家以后再看有团购的 占据了55.63% 那么消费商圈地点确定 消费内容一项也确定 根据团购选择商家的占据了55.07% 而事先没有消费异项 被团购折扣吸引 下单的用户占了43.34% 通过以上数据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用户是在已经有团购计划 或者是在团购价格折扣较大的时候 更加容易去下单 那么从参团方式来说 大部分的用户现在已经转向了使用手机 进行去团购和消费 那么使用PC段的用户呢 已经越来越少了 只占了37.68% 说明用户呢 更偏重于这种移动端的这种用户 那么从消费的这种内容来看 那么餐饮类无疑是用户团购 最多的一个门类 占据了82.61% 民以示威天吧 肯定大家吃饭是最多的 那么其次呢 是休闲娱乐类的 比如像KTV啊 电影看电影啊这类的 占据了78.6% 那种食物类的团购 仅占23.19% 那么之前呢 拉手网曾经想做这种食物类的团购 那么最后呢 宣告失败 也就意味着这类的需求 并不是主要的需求 那么个人保养 比如美容美发健身之类 占了17.39% 也和它的频率低相关 那么住宿旅游 包括酒店啊 旅行团啊 门票之类 占据了15.94% 生活服务仅占14.49%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用户还是主要以餐饮和休闲为乐为主 这部分属于高频的需求 那么在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之后 那么美团呢 主供这些高频的需求 那么如何规范 产品的服务 和提高用户的粘性 是整个团购行业 未来的发展的重中之重 那么我们说从这种参团消费的周期来看 一到三个小时 到店就进行消费的 占据了24.64% 这是比例最高的 也就意味着用户很有可能在参团之前 在消费之前就有了这种团购的行为 那么一个小时之内就到店服务的 时间更近了 占据了17.39% 那么由于很多人参团动机中 事先没有消费的这种意向 而是被团购折扣吸引所下单的 虽然占据的不是绝大多 但是有相当的比例 所以说在他们消费周期 也有隔一天或者一到两天 去进店消费的 占据了15.94% 那超过两天的有15.32% 那么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用户在消费前下单的概率 还是比较高的 占据了比较大这种份额 所以说缩短预约时间 是解决用户下单后 立即消费的痛点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这种团购的产品 推出的一项服务叫做免预约 免预约的服务 就是解决用户那些 消费前下单的这些用户 也是提高我们用户 线下体验的一种非常好的功能 那么我们看一下 用户选择使用团购网站 这原因 哪些用户比较看重呢 还是商品和服务本身 这个能够满足用户需求 占据了绝大部分 55.07% 那么退款和售后服务的方便 占据了44.44%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团购的用户更加注重于 这种退款和售后服务 因为团购的服务往往不尽容人意 它可能比一般的电商 还要注重退款的问题 那么用户的使用习惯占据了34.78% 也就意味着用户 是你的这个产品的中用户 它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重重度的 品牌影响力占据了33.33%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用户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满意度 要求是最高的 其次才是退款和售后 这两点是用户最看重的 所以说我们做 这种团购类OTO产品的时候 应该规范上线 线上这种产品展示 做好退款和售后这两块 让它成为自己这种产品的特色 确保我们用户 线上和线下都要良好这种体验 感谢观看